哈喽大家好 我是眉毛与智慧兵中的小楠 提到凶杀案 想必大家会不自觉的感到一阵寒意 雪红的案发现场残忍的作案手段 毫无人性的杀人凶手等等 这些惊悚的情节顿时浮现在脑海里 而今天要讲述的正是一件令人机背发凉的 悉尼华人灭门案 2009年澳大利亚悉尼埃平曾发生一起惊人的灭门案 报刊庭商人林敏妻子林云丽 两个儿子林涵林涛以及林云丽的妹妹林云斌 5人在家中被戾气垂杀身亡 残面极其残忍 墙面地板上事件血迹 有的是体面部被毁到几乎无法辨认 只能通过DNA验证其身份 一家人中只有当时在海外游学的 灵敏大女儿林郡幸免遇难 家人怕15岁的林郡无法承受这个噩耗 案发后对她隐瞒了消息 不过林郡在浏览Facebook时 偶然看到悉尼发生了一场凶案 而案发现场图正是自己的家 才冲廊赶回悉尼 当时她的游学时间只有一周 归来时却已家破人亡 根据警方通过验尸报告推测 林氏夫妇可能先在主卧室遇害 随后林云斌在第三间卧室处被杀害 另外两名被害的儿童很可能是被禁警后 与凶犯发生搏斗最终被残忍致死 警方表示凶手的作案手段极其暴虐很多 甚至可以从案发现场感受到 凶手在下手时心中的仇恨很愤怒的 随后在警方的深入调查中 他们将嫌疑人锁定在了 死者林女妹妹的丈夫谢连斌的身上 2011年谢连斌被抓获并拘留 但她一直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此案便一直处于物色迷离中 每个人都深切体会着家人的重要性 对于林郡更是如此 林郡成长在一个大家庭中 家中有父母两个弟弟 12岁的林涵 9岁的林涛 还有同在悉尼的爷爷奶奶 姑姑姑父 尤其姑姑林苏一家 就住在林郡家250米外 平日两家经常走动关系亲密 失去自信后 姑姑姑父帮忙处理后事 还让林郡搬来自己家同住 给了林郡些许安慰 然而这却成为林郡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根据资料显示 埃平位于悉尼的西北面 是著名的华人区之一 华人比例高达31%左右 约三分之一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 这里名封存卜居民素质较高 也是林氏夫妇婚后移民地的首选 林敏和林云丽留学时相识相爱 1989年两人分别移民澳洲 1994年林云丽生下女儿林郡 次年两人结婚 不久后他们搬到埃平居住 林云丽又生下了儿子林涵林涛 为了养家林敏 在埃平开了一家报刊亭 清晨6点就开始派送报纸 每天工作15小时 风雨无阻 直到案发前一天也是如此 在这里先给大家说说 这个报刊亭和我们概念的报刊亭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其实是可以理解为一家大型的书店 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有报导称 2009年林云这个报刊亭年收入为100万澳币 约合马币320万左右的 足以让林云离家过上应时的生活 在澳洲杂稳脚跟之后 林师傅忽便帮助家人也移民过来 1996年前后 林云的父母妹妹都移民到澳洲 1998年 妹妹林叔和尔比侯科医生谢连兵结婚 次年谢连兵辞这个配偶签证来到澳大利亚 2000年林叔生下儿子 谢小小交给远在西年的父母抚养 虽然都来到了澳洲 但林云夫妇在悉尼经营报刊亭 林叔夫妇在墨尔本经营餐厅 能见到的机会并不多 2000年林云在悉尼给父母买了住宅 还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探望 林云妃夫妇很欣慰 可人觉得美中不足 只因在老人家心里最好的因是全家人在一起 2005年 林叔和谢连兵在墨尔本经营的自住餐厅倒闭 同时林叔觉得长久以来 父母把谢小小宠坏了 谢小小的性格出现了问题 所以他决定自己带孩子 他和谢连兵也搬到了西尼 并在距离林云家250米外买了房子 对于林云妃夫妇来说 餐厅倒闭或许还是个好消息 起码能常常见到女儿 不会阴雨的老夫妻几乎没有社交 最盼望的就是每周五晚上的家庭聚餐 他们会提前准备好每个家庭成员爱吃的菜 度过和乐融融的一个晚上 2009年7月17日 一个普通的周五也是林家聚会的日子 傍晚林敏带着儿子林涵、林涛、林叔和谢连兵带着谢小小 来到位于悉尼马里兰的领养飞家 当天林郡因为在辛卡里多尼亚 参加这个游学活动并未出席 朱凤卿问林涵答答什么时候回来 林涵说礼拜一就回来了 林涵妻子林涵丽也未有能参加这个聚餐 2008年她的妹妹林涵并来到澳洲游学 住进林家聚餐当天晚上 林涵妻子林涵在家中陪伴妹妹的 于是朱凤卿按照每个人的口味 给林涵准备了西洋菜汤 给孙子娘做了红烧肉和鲜鸡蛋 又给林叔夫妇煮了毛豆 饭桌上大人们闲聊打趣 还只能玩乐打闹 林涵还和姑父谢年兵约好 第二天一起打球 并把自己坏了的球鞋 拜托给林涵丽老费修补 她好打球的时候穿 林涵明早因为还要送这个报纸 所以晚上九点半左右先走了 半小时后 借年兵和林叔也离开 他们先开车把林涵丽老送回家 嘱咐两个孩子 轻一点你们爸妈可能睡了 之后就回自己家洗澡 看报纸上网 凌晨两点左右两轮便入睡 此时几百米外的林涵一家也正在暑睡中 突然林家总店员被人关闭 凶手捏手捏脚闯入林家 在一片漆黑中杀死了五个人 随后逃之遥遥 一切都在黑暗和寂静中发生 井林林女家的邻居对警察说 这一夜除了全飞声 他什么都没听见 第二天一早 林阳妃修补林涵的球鞋时 发现裂开的口致太大补不上了 儿子工作太忙 所以林阳妃想自己带孙子买双新鞋 但是这通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了 7月18日早上6点35分 报刊亭的员工来上班时发现大门警锁 他给灵敏打了三次电话都没有人接 报刊亭隔壁的水果摊老板也发现了灵敏的反常 9点30分左右 忧心忡忡的水果摊老板打电话给灵叔 叫他去确认一下灵敏的状况 当时灵叔没醒多久还躺在床上 谢连兵正在打扫院子和车库 灵叔以为灵敏睡迟了 正好他和谢连兵要带着谢小小去吃麦当劳 他打算顺路去叫灵敏起床 10点左右灵叔和谢连兵驾车来到了灵敏家 诡异的氛围笼罩着灵敏一家 平时紧闭的房门大厂四开 灵叔将车停在灵敏家门口 带着疑惑走进房子 房子鸦雀无声 灵叔先走进哥哥灵敏的卧室 卧室门开着 但床脸却拉了起来 室内光线很昏暗 从外面看不清楚 谢连兵一直跟在灵叔的身后 随后灵叔走进几步 见到了他人生中最恐怖的一幕 他的嫂子灵云丽躺在床上浑身是血 面部几乎被砸烂 墙上也血迹斑斑 谢连兵在身后抱住他 说什么也被看 之后灵叔去扫子的妹妹 灵云兵的房间 看到他也死在床上 头部受到过暴击 灵家的两个小儿子 灵汉灵桃 探倒在自己房间的衣橱边上 也早就断了起 灵叔害怕到发抖 立刻报了警 他声音颤抖 鱼无伦次 各个的家人被杀了 要警察快点来 之后他又给警方打了两次电话 在这期间 谢连兵打电话给灵云的父亲灵云飞 他告诉灵云飞灵云家出事了 要他们过来 但当时马里兰和艾萍之间没有车 谢连兵提出自己去接灵云飞夫妇 让灵叔在原地等待 惊恐了灵叔不愿单独和四具私体待在一起 不让他离开 两人起了争执 后来两个报警电话录下了 灵叔尖叫着呼唤谢连兵的声音 但谢连兵还是带着谢小小走了 把灵叔一个留在案发现场 最初灵叔在现场没有看到灵云 所以告诉警察 哥哥的家人被杀了 但没看到哥哥 因此警察首先怀疑的是灵云 杀死全家后逃逸 为了不对现场进行破坏 警察在检查了四个死者的脉搏后 对房子快速扫描一番后就离开了 并告诉救护人员里面共有四具尸体的 但在灵叔和谢连兵心里 灵云一家已经死了 灵叔告诉警察 哥哥报刊庭不会不开门 而且少知已经死了 谢连兵在警察进房子前就直接告诉他们 房子里有死或无具尸体 灵云飞告到灵云家 谢连兵也和他提出他要收养灵俊 灵云飞当时唯一的念想就是 希望灵云只是被绑架了 不论花多大的代价也要让灵云平安 听到谢连兵的话他很不高兴 儿子还没有消息呢 你怎么就要收养他的女儿了 下午两点灵叔告诉警察 灵云应该就在他的床上 因为他走进一号房间时 看到被子旁边露出了血和总块 当时他想把被子拉开 但谢连兵不让 警察回到一号卧室查看 灵云的尸体果然就在床上 警察之后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防止的电渣被人提前拉断 房间里没有物品被翻动的痕迹 现场没有凶器 没有留下明显的指纹和点 但是一楼留下了40个血印 其中是24个带血机 4号房间没有被打开过 证明凶手知道灵云不在家 试检结果显示三个成人的面部受到重创 两个儿童伤情较轻 两名女性都没有受到性侵犯 灵敏、灵云立、灵寒、灵桃因头部 盾气伤窒息而亡 灵云兵仅受到盾气伤 身上有大量的防御伤痕 除灵桃外呢 几个人几乎都是荡场死亡 而灵桃预袭后挣扎着存活了一个小时左右 灵云飞夫妇的心里彻底崩溃 他们嘱咐大家先别告诉灵俊 但灵俊自己看到的新闻赶回细腻 灵书和谢连兵去机场接他 灵俊已经哭成了泪人 警方提出以为案件是家庭的血案 其中一名使者杀14人后治伤 但随后排除这一可能 由于案发住宅并无财务失窃 警方认为这也不是截杀案 只是灵敏和灵云立性格终后 从未与人结仇 为何会惨遭灭门呢 据说在案发的两个月前 曾有一个运超车在报刊厅本口被截 灵俊作为目击证人做过笔录 也接受过电视采访 会不会是劫匪报仇 同时当时澳大利亚有个华人舌头也叫灵俊 与灵俊同音 他在当地有不少的仇家 会不会是仇家误杀了 随后警方根据案发现场条件划出范围 所有带血的脚印只属于一个人 说明凶手是单独行凶 凶手现七段电源在黑暗中能独自 撒死三个成员人 说明对灵敏家房间布局很了解 而且体力也比较好 凶手知道灵俊不在家 说明他和家庭成员很熟悉 因此以上两种可能也被警方排除 嫌疑人的范围被不断缩小 这时一个人进入了警方的试裂 这间传练闹鬼的高角屋 苏海米表示 由于叔叔单身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他一个人住的 但是叔叔是一个好客的人 所以在他小时候都会经常来探望叔叔 与亲朋却有在叔叔家聚会的 他表示小时候其实从来都不觉得 主屋有什么不妥 在这里过夜也